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拜登宣佈了 美軍已經完成了在阿富汗的戰略目標 將會撤出阿富汗 在5月1日起 就會撤出至少2500名的美軍 到9月11日就會完全撤離 拜登還宣稱要應對日益獨斷的中國 第二單消息 瑞士BCI 即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他們肖肖地把新疆棉的聲明下架 這單消息被大陸媒體廣泛地報導 而大陸有些網民仍然是對於BCI窮追猛打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拜登宣佈撤軍的時候 說了些什麼 他就說 從5月1日開始 就會分批設來駐紮在阿富汗的美軍 去到今年的9月11日 也就是911事件的20週年之前 所有 駐紮在阿富汗的美軍就會全數撤離 拜登就說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都存在著恐怖主義的威脅 沒有理由每年 要花費幾十億美元 將美軍駐紮在一個國家 拜登就說 不能夠繼續延長 或者擴大在阿富汗駐軍的循環 希望創造出一個 撤軍的理想情況 期待一個不同的結局 而美國就必須要增強競爭力 以應對日益獨斷中國的嚴峻競爭 美國就必須要加強聯盟 並且跟理念相同的夥伴合作 保障 遭到網絡威脅的國際主流規範 並且塑造 人類未來的新興技術 使得這些東西 以民主的價值觀作為基礎 而不是獨裁者的價值觀為基礎 他就說得 非常之大意想言 但是似乎拜登的記憶力 就真的相當有限了 不知道他是忘記了自己在2020年的時候說過什麼說話 定義說他現在是國今事而作非 如果是後者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欠了特朗普總統一個道歉 當初所說的話 豈不是全部都是騙人的 是欺騙選民的 我們又一起翻一下舊帳 到底他在去年說過什麼說話 特朗普總統當時 為什麼說要從阿富汗撤軍呢 因為他就是高舉美國優先的政策 他就認為 美軍是不應該在一些 連名字都說不出的山卡拉地方那裡 是繼續做一些無謂的犧牲 而且他就非常之愛惜軍人 他就善於用非軍事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於是在他任內的最後階段就決定了 要從阿富汗撤軍 這也是他最大的政治遺產 拜登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他就曾經 接受美國媒體的訪問 當時他是怎樣說到 阿富汗駐軍的問題 他就說 將會繼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駐軍 每個地方 至少要保留一千五百到兩千名的士兵 所以他在當時 不同意特朗普所提出的全面撤軍 拜登和民主黨人一直批評 特朗普所提出的美國優先政策 令美國和一些傳統的歐洲盟友越走越遠 一直攻擊他 到了就任後三個月 你一樣是燒批嘲取 到最後你也是 要屈服在特朗普的政策之下 你也是跟他這樣走 你當初反對美國優先 又說要在阿富汗保留駐軍 那這些事情已經是蕩然無存 那你是不是做錯了呢 要不你就當初說錯 要不你就現在做錯 那你隨便一樣 那你如果認為當初說錯的時候 是不是要道歉呢 沒有的 當不存在就算了 第二件事就是 拜登在去年十月 接受CBS電視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到 說目前帶給美國最大威脅的國家是俄羅斯 而中國就是美國的最大競爭者 那怎樣來處理跟中國的關係呢 就將會決定雙方是否只是競爭對手 或者最後要在武力上有更大的較量 他就說到俄羅斯是最大的威脅 而在昨天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凱恩斯就公佈了 2021年度威脅評估報告 這份報告就說 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野心 是非常大的 已經是成為 美國頭號的安全威脅 這份報告就已經是向拜登打臉了 他今天說要宣佈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 他又說另一件事 他就說要應對日益獨斷中國的競爭 喂 這就是怎樣呢 當初你說俄羅斯才是最大的威脅 現在又變了 又改了 喂 你要這樣來去更改自己的看法 沒問題的 但是至少來講 你是不是應該告訴你的選民 當初你自己的判斷是錯了呢 沒理由說你兩三個月之間 整個國際形勢變得那麼厲害吧 當初你說俄羅斯是最大的威脅 現在又變成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那你到底開哪一番呢 你當初說俄羅斯是最大的威脅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純粹為了跟特朗普對著幹 所以你就故意說出這樣的東西呢 那你怎麼對得起選民呢 你作為一個總統 至少在理念上就要清晰 而且 你的想法就要有連貫性才行 原來最後你全部都是跟特朗普的 不如當初選特朗普好過 選你意做什麼 那你怎樣向那些選民交代呢 我只是想表達這件事 我看完之後很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到底國家情報總監 凱恩斯昨天 他去到參議院的時候說了什麼 他就說 鑑於中國在情報界是空前優先的項目 他就將會強調來自北京的某些威脅 他就形容中國在多個範疇 已經是越來越接近美國的競爭對手 對美國是造成了挑戰 然後他又提及到病毒來源論 他就說 目前美國的情報界 仍然是未釐清得到 究竟這隻武肺病毒 最初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傳給人類 而他在回答 Marco Rubio的提問的時候就提到 說目前是有兩大理論 第一就是透過接觸 某一種受感染的動物 是用自然的途徑 傳染給人類 第二 就是實驗室意外洩漏所造成 情報界仍然在持續調查這件事 採集證據 盡最大的努力 以最大的信心來指出 究竟哪一個理論才是真的 他這一刻又是埋下了一個伏筆 現在他們又拿出這張牌 當初特朗普強調一件事就是追責索賠 現在拜登上台之後 這位國家情報總監凱恩斯 又說到不知道那個 來源是怎樣的 還在查 其實 就是留下了一個空間 如果美國真的要用上這張牌的時候 他又會拿出來說 病毒來源的問題 你看到這件事也是跟特朗普的 接著我們又說說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 瑞士的BCI那一篇新疆棉的 聲明就肖肖地下架 被大陸媒體廣泛地拿出來報導 CGTN發了一條微博貼文 他們就說 BCI官網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聲明 2020年10月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豁回BCI就宣布對所有新疆棉棉棉 無限期取消擔保認證 使新疆棉產品進入了國際貿易的黑名單 而在今年中國民眾升土並且抵制 BCI和 H&M等會員品牌之後 BCI就偷偷落架了這份 引起軒然大波的聲明 這個消息就在大陸的微博上傳得很厲害 有些人就認為是一種勝利 至少來講BCI 事實上就是跪下了 因為你在完全不交代任何原因的情況下 將這一篇聲明下架 現在是找不到的 你是做得很難做的 當初你又站得那麼硬 又說要如何抵制新疆棉花 現在你因什麼解救是要 沒有了這篇聲明呢 到底你是跪下 你是撤回 你是認錯 還是怎樣 為什麼要撤回呢 你也要有一個原因 你要告訴別人 究竟你是已經不再認同當初那篇聲明 還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不見了為你要有個說法 沒有的 然後還要被大陸主動揭發 你將那篇聲明下架 你說多肉酸才行 現在其實BCI 就是兩頭不到案 你說大陸方面 那些網民仍然是對於BCI 窮追猛打 有些網民直接要求BCI要對中國道歉 沒事的 你BCI退一步的時候 大陸就是會進一步 這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來說 這份 聲明下架 對於整個局勢的發展 是不是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不認為是如此 因為 在這件事上 新疆的議題 已經被擺放了 台面 現在 有很多品牌 受到牽連 不止是H&M Nike Adidas 甚至乎是其他 總之有用到棉花的品牌 全部都已經被拖下水 比如說 日本的品牌 無印良品 他就在大陸說要支持新疆棉 所以不同的企業 都有了不同的取態 就算BCI撤回這篇聲明 為時已晚 因為 大陸的民眾已經有了反應 大陸政府也有了反應 那些品牌的企業 自身也有了反應 而且現在這件事 不停發酵 現在初頭就說棉花 昨天已經有一家日本企業 叫做蔬果生活 他們就說要 停用新疆的番茄 而且那家企業 說明是因為人權問題而不用 另外 歐洲和美國方面 又開始醞釀 究竟要不要對於 新疆那些太陽能 叫做多晶植 進行抵制 所以整件事就已經養了出來 就算BCI要把那篇聲明下架 都不能夠把所有事情 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 抹走了它 不行 因為這個議題已經是 不停發酵 被不同的國家拿出來 不停說 但是BCI為何要撤回呢 其實它就是欠全世界一個交代的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